就一个鱼在吃那个青蛙 吃青蛙 会不会觉得很神奇 觉得很有趣啊 最近有民众 从空派的一个角度 变成一个大鱼 吞九蛙的一个景观 那也是属于无心插流的一个 有趣的一个画面 南投县日月潭因连日梅雨 蓄水量大增 以逼近满水位 潭中知名水情地标九蛙蝶巷 之前因为严重干旱 导致九只青蛙全露出 近日由于梅雨让水情好转 九只蛙在潭中开心喝水 日前就有民众 透过空拍机记录美丽潭景 画面中弧形的观景平台 连同周边地景 有如巨大鱼头张嘴要吞掉九蛙 看起来十分特别 对此日月潭风景管理处 也表示观景平台有270度 可让民众观看九蛙时 有更宽广的视角 另外管理处也透露空拍画面 终于演气十堆 其实是少族人的祖分 且族人都有持续进行维护中 日月潭九蛙蝶巷 是知名的一个游戏的景点 所以经常吸引很多的游客 到这边来拍照取景 日月潭管理处为了改善 众多的游客在这边 拥挤的照相打卡的一个便利性 所以在前年拯救的时候 把它设计为浮行的一个 欣赏的一个观景平台 那最近有民众从丰海的一个角度 变成一个大鱼 吞九蛙的一个景观 那也是属于无性插流的一个 有趣的一个画片 日月潭九蛙蝶巷 九只青蛙出现 代表这个时候是大汗 那如果九只青蛙都被水淹了 代表这个时候是风调雨顺 那这个雨水丰沛如雨得水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扫主的这个风水墓 在这个地方是非常不错的 那后来呢 我们这个在做了一个景观步道的时候 好像一个雨的形状 但是这个呢 会影响到这个风水墓 因为这个步道呢 要跌高 甚至要围起来 会把这个风水做一个限制 那其他来讲 这个 这个雨的这个造型来讲 其实呢 也可以衬托这个地方的风水 只是说在这个 在盖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阻碍到 这个风水的正前方 这样就可以了 像什么 就一个鱼在吃那个青蛙 吃青蛙 会不会觉得很神奇 觉得很有趣啊 之前有谣传说 这边那青蛙 就射了青蛙之后 所以台湾的水会变少啊 那你觉得 今天做成雨的造型 是有特别风水的意义吗 这我就不晓得 因为这个应该跟天象什么的 可能比较没有关系吧 不过这个是蛮有趣的 起来 其实也不行 Back to是不是 一会儿 我们在一起 优野 怎么 一会儿 谁